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讲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们从大概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开始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金融市场的问题 那么前面一周我们讨论了金融市场的一个总体的概论 后来我们讨论了债券市场 然后我们跟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些金融工具 尤其是延伸工具 上一个礼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银行的管理 银行的管理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业务的管理,一个是风险的管理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较简单的非金融机构的概念 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不起 非银行金融机构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证券市场有一点关系 因为有一些这个经济组织 金融组织是在市场上运作 但它也不完全一致 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 非银行金融机构 首先大家都知道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般都知道,对吧 有多少人买过保险了 有那么几个人,不太多 当你年纪越来越大 你买的保险就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会我们会讨论的这个叫逆向选择 年轻的时候就没想着买保险 身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 就越来越想买保险 所以如果你做保险公司 你就要知道这里头 有一些风险在里头 金融公司我们知道 我们上回已经提到过 金融公司的工作主要是 在市场上融资 然后把这个钱给带出去 比较典型的这个贷款 大部分都是消费者贷款 那么最突出的一个例子 应该是汽车贷款 你这个金融公司在市场上 还在通过其他形式融资 融了资以后 把它用这个贷款 消费者贷款的形式 给消费者最突出的这个形式 是这个汽车贷款 第三个是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投资银行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都知道 投资银行是干什么的 是吧 还有谁不知道 投资银行是做什么的 投资银行一个最有意思的 这个地方就是这两个词 真正的投资银行 既不做投资也不是银行 因为投资银行是做什么的 投资银行是做金融中介 银行一般我们说 什么是银行 银行它是自己筹了钱 钱来中间运作 它做投资也好 它放贷款也好 它是在中间用了很多钱 它自己来运作 投资银行不拿很多钱 它的很多钱都是赚的这个手续费 那么第二个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不投资 投资的可能商业银行 基金公司都做投资 所以它所谓的投资银行 我们所听说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中介机构 在市场上的一个中介机构 它可能做一级市场 它也可能做二级市场 但是总而言之 它既不是自己的钱 第二它也不做投资 第四个养老金 或者我们叫pension fund 养老金应该是 在国外比较多 在我们这儿相对还是比较少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社保基金 社保基金是一种 比较特殊的养老金 我们一会儿可以具体地再讨论 第五个是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也就是mutual fund mutual fund是干什么的 其实主要就是做投资的 这个和养老金不太一样 养老金你也做投资 但是养老金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你退休以后有钱可以花 共同基金 mutual fund 是你有多余的钱把它拿出来 委托一个基金 或者委托一些基金经理 帮你去做投资 也就是说你这个概念和这个投资 和这个把钱存在银行是一样的 你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有回报 最后一个是政府金融中介 政府金融中介我们一会儿可以讨论 在美国的话最典型的就是两方 两方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 但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吧 有多少人没有听说过 大家都听说过 两方它实际上是代表正 是作为一个准政府的一个机构 在市场上筹资 筹了资以后提供给各个金融机构 提供安计贷款的机构 给他们提供资金 那么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 但是它做的 实际上跟政府的政策有关系 尤其是部署总统 部署当总统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房地产市场的政策 就是要鼓励大部分的这个人 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 所以它其中的一个政策 就是要帮助这个 做房地产安计贷款的这个金融机构 提供很多融资 钱从哪来 钱有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的机构 两房来提供这个来市场上融资 为什么要有两房来融资 而不是比如说商业银行 或者提供贷款的这个其他金融机构 来这个融资 因为其中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 两房是我们所说的准主权机构 准主权机构它实际上是有政府的信用担保 它不是一个政府机构 但你把钱借给它 你的这个借的钱里头 实际上是由政府用信用做担保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机构还不出钱来 政府会带它还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机构里头 政府起的作用 其实它自己不掏钱 它提供的是一个信用的支持 信用的这个担保 这样的话你可以筹出很多钱来 我们下面还会讨论 在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机构 我们最近尤其是这个金融危机以来 金融危机以来有很多这个讨论 我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 支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 但也酿成了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很多钱借到这些地方这个融资平台以后 我们有一些这个专家 有一些经济学家说 这样的贷款或多或少 就像美国的次贷 次贷是什么意思 次贷就是它其实它的信用它是不够的 你把钱贷给它了 那么次贷我们以前说过 最典型的这个特征 你这个银行把钱给了这个 它本来是不能够贷款 你现在把钱贷给它了 它的这个借款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说的Ninja 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 没有任何资产,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工作 把钱贷给它了 当然你后面的问题比较大 所以有的人说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这个融资平台 其实也是类似的这个概念 当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有的说没有那么严重 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的看一下我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状况 所以非银行金融机构大概就是这几类 那么保险公司,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共同基金,政府金融中介 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一个一个的讨论 好 干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